好 我是大鹏 这是新进的两只金剑层 一只是长毛 还有一只稀缺品种 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只金剑层长毛 性格太好了 合到家里之后就一件事情不能干 我们不能在龙宫里待着 阿曼不是那性格 阿曼是野生的 必须得出来溜的 在里面就生气 在里面就叫我 没办法 只有把家里面散溜的猫给捐起来了 放塌了人家出来 他出来脱了 你看就溜的就玩 上蹿下跳就溜的就玩 然后也开始造凉了 也开始喝水了 也开始玩爽了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说在人家养护家 人家一直都是散玩的 散松的状态 你就这么个笑话 好啊 这性格是真的好 就是小猫 性格我个人认为 从品项上来说 和性格做比较的话 个人感觉 从养家庭啊 小猫的性格是最关键的 对不对 就像咱们一个到最后 他终究会变成我们的家人 身边的陪伴 甚至是十年十五年 假如说好好养的话 小猫是能养到十五年的啊 那你说这性格是不是最关键的 嗯 这小猫挺好的啊 颜色做过优 哦 性格活泼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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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不用陪他玩 就自己溜溜达就玩 上你家马上溜溜达 他这种性格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有一种猫呢 是一定要在你身上趴着 一定要上你脸上蹭 他不是 他就自己玩自己的 挺好的啊 黏人 但是不凡人 嘿嘿嘿嘿 好了 一会看那只稀缺品种啊 稀缺品种 这都是 现在长毛啊 基本上已经快要 个人感觉 已经快要 进入到重养家庭的起端了 已经不仅仅是 返运户之间相互炒作了 所以说现在今天成的价格啊 照去年低了很多 更亲民的很多 慢慢的就要进入重养家庭了 来 上第二位选手 走 看第二位选手去 这只小可爱有认识的没 红金建层啊 红金建层 浑身金红金红的 无粉爪垫 在繁育圈来说 实际上它是一种失格 什么是失格呢 失格就是失去了比赛的资格 但是重要吗 物以稀为贵 红金大多数是在父亲和母亲 都是12色的金建层 容易出现红 容易繁育出红金 但是也是极其稀有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所谓的失去的比赛的资格 对于我们崇雅家庭来说 哪只猫要是去打比赛呢 对不对 我们长得好看就够用了 我们脑里长得圆 颜色素长得深 长得漂亮 红金红金的 金建层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喜爱啊 因为它身上是金色的 象征着什么 金色在中国传统文化 象征着什么 财富嘛 嘿嘿嘿 所以说啊 不重要个人认为不重要 对于我们崇雅来说 稀有就是珍贵 物以稀为贵 最难得的就是 我们面前这只小伙伴 难得什么 因为红金是稀释色 浑身都浅 伴随着这种情况 大多数颜色素就是浅的 容易出现黄 或者泛白的那种情况 但是这只小伙伴来看一看 颜色素够用不 该深的地方我们深 该浅的地方我们浅 我们脑里大 我们脑袋圆 我们可爱 OK 足够了 有喜欢的小伙伴们 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啊 有几个人真真正正 养猫是在打比赛呢 是不是 不就重养吗 喜欢就好 漂亮就行 是不是 好了 来 好了好了好了 他想出来玩 他想出来玩 但是外面猫太多 一出来之后 这伙计你看 他还怕他 他俩还互相 你再忍一两天 人两天熟一熟去 熟一熟去 等你俩什么时候不哈了 再出来玩 好吧 好了小伙伴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大鹏的别忘了给大鹏点关注 点关注 不迷路 拜拜 拜拜 红尖 喂 喂